哇塞 这么多这么多的盲盒 这又不是送皮肤盲盒 我是拆皮肤盲盒 通关新冠桃子的颜色 看在里面什么皮肤 看众会得到皮肤哦 嘿嘿 自己打不打我 不瞒大家说 歌堂有林俊杰是行走的心灵 迷你游我跟干是行走的百科图书 就看你的吧 你就作业了你 我可不是穿意的啦 咱们一起来瞧瞧 第一个是青色 这很容易嘛 肯定是小肥龙迷思啊 有家伙 居然是树人 这也太意想不到 出乎意料了 出事不利 不过问题不大 从这个开始 我将一次不做全部拆对 第二个 紫色 紫色的皮肤比较多 我想想 应该是英文公主 啊 是紫月女孩 找你家的地方最硬的皮肤 我应该是要想到的 可恶啊 又错了 俗话说 可一可二 不可再三 这次我一定要好好想 黄色的袍子 金色的头发 对对对 是美人鱼公主 不为吧 不为吧 怎么会是早早的小玩具 早早的几个月没有更新视频 哦 原来是坐着抓住他呢 我发他出来立大功 忘掉我猜出的事情吧 又是环色的袍子 这一次是美人鱼了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要不啊 好耶 终于带来一次 真的太难了 小伙伴们 面对拆盲盒 运气大于死里 又来了紫色的袍子 颜色比较深一点 我猜是出目 哎哟喂 居然是莉莉丝 这个是减润皮肤 有着皮肤都是好玩家 看来就只比较怀旧 最后的猜测 我要玩老皮肤想才对 这个是淡紫色 我觉得啊 很有可能是金破天 啊 居然是运气大于公主 不行不行 我刚刚猜错了 我不管 重新塞满 我就是对的 第一排 最有一个了 写蓝色 这不就是我吗 很容易 很轻松啊 我猜是大美女小艾 我太难了 嗯 竟然是嘟嘟啵啵 我心碎了一滴 猜了七个 我就对了一次 早知道开头不吹牛 现在脸都打肿了 不对 是打歪了 最后 我也给大家推出考题 大家觉得 第二排 当黑色的盒子会是谁的呢 猜中的小伙伴 我随机抽一个 我可以抽这么多 大家自己参与哦